燕荡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创牌的经典武戏 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新中国第一次武戏革命 作为一出纯武戏 燕荡山少见的没有一句唱念 全剧的剧情推进全靠硬碰硬实打实的武戏开打 是京剧舞台难度排得上前三的武打群戏 由于难度大人数多武打激烈危险程度高 上海京剧院将近十年没有演过这出戏 此次的燕荡山是京舞会首场演出 今年将有13台剧幕 于8月17日至8月21日 在上海大剧院中剧场和周信芳戏剧空间连演五天